今天羅正準備付出了喔 別人套出推出新歌 而且回到自己的家鄉 雖然唱個跨年場OK的啦 只不過台下會有多少買單就不知道的啦 但看到他這樣也是恭喜他的啦 必須要帶著 新鬼大師跟多人東王的稱號 重新付出這件事很難事情 我覺得 欸我的想 是不是可以逆向操作 就跟那個誰 那個湯仲彥一樣啊 以前的人設就給他算了 來個新的人設就是 Dream 哈囉 各位女友們 我是墨金哥 同樣的 在今天拍片之前啊 墨金哥的心情是很差的 那首歌是這樣唱的啊 對不起老闆 我不想拍片 沒錯 我的心情就這樣 那拍片之前呢 我看了這個人的介紹之後呢 我發現 我被改化了 我覺得我心情瞬間好起來了 可以拍片了 好的 那我現在要拍片時間點是2021年的水月24號 哎呦 別按夜了 12點01分 不曉得到你們的手上就是什麼時候了 我們要拍什麼呢 我們要拍跟時事有關的 那個最近不是王力宏鬧很大嗎 然後呢 來 我們來看看 在台灣 那些曾經崩壞過 或是那些這個外遇啊 劈腿之後呢 重新洗白 而且成功的那些知名人物 那個其實外遇沒什麼啦 批隊也沒什麼啦 偷偷養小傷小玩也沒什麼啦 反正只要你是我們公眾人物都沒事的啦 頂多服務錢 打了官司 被打一打 沒事了 不過我不推薦大家這麼做好不好 好 愛情你身邊的人 還有身邊的錢 OK 不過 如果你今天是公眾人物那你就完蛋了 你今天可能得跟全世界道歉 而且呢 還得跟一堆不是你的歌迷或影迷的酸民們道歉 即便你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道歉 但就是你要道歉 很多人都以為公眾人物被抓到外遇之後呢 是因為什麼事就一落千丈 但你有可能 錯了 雖然這世界呢好像 欸 越來越好 好像因為萬一的契機啊 所以他要看我的生活 或是老公或老婆 嗯 怎麼這樣 我們就來講講哪些公眾人物的幸運成這個樣子啊 除了這種大包還能夠口袋越來越大包 來今天的第一位 九把刀 你看過電影《月老了嗎?》 被台灣人捧成神作的電影 票房破兩億 身為小說家 跨主導演也這麼厲害 能不能說是 屁股超大妖精呢? 雖然雖然《屁股》這場就有排過那些 年無名之類女孩 導演是破壹的愛情電影 但不一樣啊 2011年的九把刀 可是超專情的 寫得超多本小說 還把自己的愛情故事寫在裡面 每一個人都覺得這輩子很難找這麼專型的人了 Bad 人生就是這個Bad 2015年九把刀被抓到 他跟當時的忠實記者周宇廷上摩托皮圖 還開了記者會道歉 並說已經與現任的女友和好啦 結果沒過多久 他從他一次演講中得知 他跟現任女友最終還是分開了 看來在專情的人 遇到妹子還是會變得多情啊 最屌的是九把刀 最後又還是跟周宇廷在一起了 到現在甚至已經結婚生子了 這段小三被扶上正攻的故事 雖然說不是小三搶正攻 但也算是非常的戲劇性了 不知道九把刀之後 會不會寫一本 關於這段愛情故事的辛酸史 在跟小三在一起之後的九把刀 愛情世界兩得意 繼續拍愛情電影 寫著這個弱麻對白 有些事呢一萬年都不會變 有些鬥呢又飲完吃就會膩 有什麼鬥呢 高爾夫雄幹得痛 不要想太多 打酒呢 會累會膩 你可能會換興趣 OK 好那看著九把刀以前寫的書呢 每一本都超專情 專情都爆炸 每一本都每輪美奔的愛情 特別是寫自己的愛情故事 寫的是讓人一把鼻涕一把淚 喜歡一個女生八年沒在一起 有個浪漫 但你沒想到 他會從專情大師 變成多情大師 沒辦法 只要是男人都會犯的錯 即便你有九把刀也一樣 屁啦 反正對他來說 人生就是不停的戰鬥 九把刀 第二位 童仲彥 台灣阿童 你敢嘴 這個敢對女生出拳的男子 童仲彥 AKP腿P的超有道理的男人 他曾經以一句看到邱主任不喜歡 那就不是男人 的話呢 而讓兩千三百萬人 台灣人 全都震驚了 難道不喜歡邱主任 我就不是男人嗎 WTF 能夠用這種邏輯書 這番話的 真的是非常的 嗯嗯 不過童仲彥啊 雖然說有這種醜聞 但他也在避而不談 不去講這些事情 甚至有點害羞 但不知道是哪個時期開始 童仲彥如開關被打開一樣 對於性方面呢 侃侃而談 甚至呢還成立了 金色力量打 名字聽起來就覺得有問題 為什麼呢 他想推廣的就是台灣性產業的合法化 畢竟他已經飄去飄動可以分享了 我想 他大概也沒什麼好隱瞞的了 那雖然說他當時 因為這個 劈腿加爆風波 被民進黨給開除了 但你們知道嗎 現在他可是自己創立黨的 黨主席啊 甚至啊 他還被台灣學的男性崇拜 那除了號稱自己可以一個晚上11次之外呢 還自己下禮拜的三生動作片 他從來不用嘴巴說說 身體力型是他最大的優點 並且狂推這個性合法專區 真正與性化上等號 大家就是想洗清自己的罪行 但他就是有種 來啦 你尼巴都給我儘管丟 丟成那沒關係 反正我就殺 我就爛 耶 你怎樣的這種思維 完全的做他自己 那反而讓他變成一個 欸 在某群體當中 這個身亡還不錯的男人 忠於自己 靠 想不到台灣阿童竟然如此兇喊 身為男人呢 我一定給你致敬一個 尊敬 第三位 王世堅 我們的肩哥阿 除了是超級大科系之外呢 同時也是劈腿高手 這倍周刊拍到 帶小牛去摸亭裡面 而且呢 還長達八年 八年的偷吃 統統統一個 哇哦 你要說他專情嗎 誒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要說不專情嗎 又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很專情的偷吃 算不算專情 完蛋了,有一點理解不出來這個真理啊 不過呢,王世堅啊,堅哥其實也是真男人 他在坦誠犯錯還寫了一大篇回過書給老婆說他決定不再犯了 但說真的,那個嘴片也對鬼王世堅到底還不再犯 嗯,那就要給時間來認可 不過我們的堅哥經過嘴嘴劈腿,坦人道歉,求得羽浪之後呢 在議會上,與柯文哲的戰鬥呢,完全沒聽過 越越越戰越勇,各種怒罵嬉笑,各種道具 啊,通通來 即便柯文哲偷偷趕他帶人去摩鐵,他也不聞所動,這一張就沒事 2016年的事情都現在算算也五年了 那現在的王世堅還被封為民進黨清流 黑大將軍 他早就把批的事情拋出腦後了 不愧是劈過腿的男人,越劈越勇 不過我自己思念覺得,怎麼會有人想跟王世堅開房間連續開八年啊 畢竟,他是鬼娃洽吉 我是女士的話呢,我會覺得,不是一個鬼娃洽吉運動,好恐怖 各位,今天就是堅哥感化莫敬哥的啊 就他,讓我今天有動力拍片,感謝他,感謝堅哥,愛你喔 對了,其實呢,撇除他劈腿這方面呢,我其實我個人是真心還蠻欣賞王世堅的喔 畢竟他常常引進據點,認真去分析他的話,你會覺得,其實他的批評有時候其實是蠻有邏輯的 而且呢,他蠻有學穩的,而且是飽讀思路那種感覺 我在這方面,我很欣賞他 第四位,王健民 哈哈,說到王健民,是不是很多人忘記他了呢 而特別把王健民排外面啊,是因為洗白等級來說,王健民是非常強的,超強的等級 王健民身為一位呂玉美的棒球好爽,每每打碎好神氣,台灣就感覺沾光與有榮焉 不過這樣的他在2012年,自己召開記者會坦承2009年也有不小心,逼,腿,頭,痴 但因為呢,他是主動你的,又加上他是台灣之光啊,基本上好像沒人,恩,特別在為他偷吃的事情 當時啊,當然一定也是鬧得很轟動啊,台灣一堆地方媽媽心碎了 哈哈哈哈,我心裡面的那個,我那個怎麼這樣 不過呢,隨著時間的過去,2012年記者會,到這個差不多,再過一個月,就2022,過10年了 很多人早就忘記,這誰,這哪位,他偷吃,他過去曾偷吃,隨便啦 那現在提到王建銘的都是他很棒,啊,當然是也看到台灣之類的誇獎詞 從來沒有什麼是屁腿大殺,打棒球,打都被兩個大籃球之類的這種狀況 大家什麼都會記得他的好 那所有屁股腿的這種人,都相當羨慕王建銘啦,畢竟這件事情呢,已經過了快10年 今天沒人記得王建銘屁股腿,就連在找這個時候才想到,哦,對啊,以前他有這套人物啊 以前他也這個齁,出過時,我在拍梗圖的時候有想到啦 其實在墨金哥有一張梗圖是,啊,這個,王力宏,啊,拿著漢堡,啊,羅志祥什麼,麥當煥樂壽,然後那個,吳亦凡,啊,什麼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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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的 其實還有一張圖,是王建銘,那他們四個人什麼共同點呢,就是,通通都代言過,麥當勞 我讀的招牌,這幾個代言呢,全出事,啊,麥當勞,啊,沒有,沒有,沒有,任何的,這個,第一回,啊,我是很喜歡吃的 哎呦,我這樣算不算業配,哎,你是不是該給我錢 第五位,羅志祥 呃,有些人的風波已經過了,但是有兩個人目前生鮮的劈腿風波現在才開始 雖然說已經一年了,但當時周兩千的回滅性,核彈即發文啊,可就讓他吃了不少苦頭 除了逼出蝴蝶姐姐,凱樂道歉之外呢,還有羅志祥的所有中國全部停擺,還被列為獵擊一人 我只能說,辛苦羅志祥了 而結果這件事情,羅志祥會比較好過嗎?事實上呢,他還需要努力啊 呃,這件事情就開了一個Youtube頻道,但是好像,嗯,不太OK 我不敢相信,木青哥的Youtube頻道,觀看人數呢,還比曾經的偶像大王,天王啦 大咖天王,還來得高,有點不敢相信 不過,今年跨年,我現在準備付出了哦 畢竟他都推出新歌,而且會回到自己的家鄉 雖然呢,唱個跨年場OK的啦,只不過台下會有多少買單就不知道的啦 但看到他這樣呢,也是恭喜他的啦,並要帶著新鬼大師跟多人多人王的稱號 重新付出這件事很難事情,因為我覺得,欸我的想,是不是可以逆向操作? 就跟那個誰?那個湯仲艷一樣啊? 以前的人設,就給他算啦,來個新的人設,就是 以前是什麼?亞洲舞王嘛,現在改成這個亞洲運動王 我覺得,好像可能可以走出一條新的路 總之,嗯,木青應該是會持續追蹤他的消息 好的,嚴格來說,羅志祥呢,跟這個,接下來講這個人呢,其實都還沒洗白 我們靜觀其變,但接下來這個,我想大概是非常非常困難啦 王力宏 現在這個,正處在那個,暴風中心的男人 前前爆發事情啊,真是無話可說 虧以前我跟女生告白啊,還是唱王牛那個 哈哈哈哈哈哈 沒想到,除了是月報仔之外呢,還同時把女生當生物機器 我只能說,好險當初那個女生拒絕我啊,不然我現在想想 他答應我呢,我真是無敵之容 是這樣子嗎? 各位王力宏啊,到底要多久才能夠付出?我想這輩子可能都沒機會了 因為比起羅志祥,他這種行為是婚厚的 感覺是更不可原諒的 而且呢,自白到下也亂七八糟的 甚至呢,在過程當中還試圖跟家人 哇,不管是家人支持他還是他只是家人 反正呢,他們家人就是完全坐實了,印證了前妻的說詞 就是他們家一起霸凌他 冷暴力什麼的啦,或者是嫌疑嫌疑啊 或者是汙密他,栽贓他什麼的 我覺得犯錯之後呢,不道歉不認錯 還想把這個錯推給別人 在這方面呢,我覺得羅志祥出來了,真的是好太多了 屌打他,屌打他 我覺得這傢伙如果只被冷凍兩三年啊 這,說不過去 冷凍的二三十年可能比較剛好 總之我覺得短期內,他不可能再翻白了 不過呢,衝著力洪哥最近贊助墨金哥這麼多集影片 這麼多集影片都有的 這邊還在跟他說一聲感謝 謝謝你啦 好,那些影片就到這邊了 公圈螢幕前面各位,男人女人們 那個,如果呢,有別人喜歡你或你喜歡別人的話呢 嗯,要訂閱墨金哥頻道 好,你問我要講什麼 別傻了 那個,江蕙人嗎 那個,好,對,好 今天,明天再見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掰掰